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济公司这一重大举措 据起查查资料显示 特斯拉在北京成立了一家新的保险经济公司 注册资本达5000万元人民币 并由特斯拉高级副总裁朱晓彤担任董事长 这标志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新一步 显示出其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和投入 特斯拉早在2020年8月就曾在中国设立过保险经济公司 但该公司于2024年春季解散 此次新设立的保险经济公司 显然是特斯拉试图在中国市场上 进一步扩展其业务版图的重要举措 特斯拉在美国市场的保险服务已经运营了一段 时间并取得了成功 但在竞争激烈的中国保险市场能否复制这一成功 还有待观察 此外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 还依赖于其本地化策略 包括在上海设立超级工厂 缩短交付时间 降低成本 以及积极参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 并与多家本地企业合作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也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更多机会 总的来说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济公司 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这一举措不仅能提升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也能为其全球业务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未来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深耕 其在保险领域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上海在电动车市场上独树一帜的特斯拉 近日又在中国市场上掀起了一波新的浪潮 这一次 他们不只是卖车 而是从车外延伸进入了保险业 根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起查查的资料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已在中国成立了一家新的保险经济公司 总部设在北京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约合700万美元 这家新公司于本周二正式成立 由特斯拉高级副总裁朱晓彤担任董事长 设立新公司背后的战略意图 特斯拉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 一向不言而喻 早在2020年8月 特斯拉就已经在中国 设立了一家保险经济公司 但该公司在2024年春季 进行了解散程序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当时特斯拉曾寻求监管部门的批准 以便在中国销售保险产品 此次新设立的保险经济公司 无意标志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新一步 显示出其对中国市场的持续投入和雄心 特斯拉在美国市场上推出的保险服务 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他们针对特斯拉车主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保费和快捷的理赔服务 这些优势使得特斯拉的保险产品 在美国市场上颇具吸引力 本地化策略助攻 迎战中国保险市场 然而中国的保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也有多家国内外保险公司在此占据了一席之地 特斯拉能否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还有待观察 为了在这一市场中站稳脚跟 特斯拉需要在产品设计 服务质量和市场推广方面下足功夫 值得一提的是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离不开其本地化策略 特斯拉在上海设立的超级工厂GIGAFACTORY 不仅大大提高了其在中国市场的生产能力 还缩短了交付时间 降低了成本 这些优势使得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大大增强 此外 特斯拉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 并与多家本地企业展开合作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形象 还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媒体观点 特斯拉的全球战略 米KA在指出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还能为其全球业务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未来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深耕 其在保险领域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事实上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经营的策略 一直备受瞩目 除了电动车制造 他们还致力于开发充电基础设施和推广能源产品 这次进军保险市场 可以被视为其业务版图的进一步扩展 特斯拉的挑战与机会 然而挑战与机会并存 特斯拉需要面对的挑战 不仅来自于市场竞争 还包括监管环境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 中国的保险市场存在着不少复杂的监管规定 这对于特斯拉这样一家外资企业来说 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另一方面 特斯拉的品牌效应和技术优势 无疑是其在市场上竞争的强大武器 正如美国财富杂志所分析的那样 特斯拉的品牌形象和创新能力 使其在消费者心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这将有助于其在推广保险产品时 获得更多的市场认可 未来展望 随着电动车市场的蓬勃发展 特斯拉的业务模式也在不断演变和扩展 此次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是特斯拉全球布局的一部分 特斯拉的创始人间CEO伊隆马斯克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 中国市场对于特斯拉的重要性 他表示 中国市场的潜力巨大 特斯拉将继续在这个市场上加大投入 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马斯克的这番话 不仅显示出他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也为特斯拉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定下了基调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深耕 其在保险领域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总之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是其全球战略和业务多元化的一部分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 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还能为其全球业务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未来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持续深耕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家电动车巨头 在保险领域同样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在中国设立了一家新的保险经纪公司 旨在为市场提供汽车保险相关服务 这家公司于周二正式成立 总部位于北京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约合700万美元 特斯拉高级副总裁朱晓彤 担任董事长 特斯拉早在2020年8月 就曾在中国设立了一家保险经纪公司 但该公司在2024年春季 进行了解散程序 根据路透社报道 特斯拉曾寻求监管部门的批准 以便在中国销售保险产品 这次新设立的保险经纪公司 标志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新一步 显示出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投入 特斯拉在中国的业务范畴 早已超越了仅仅是电动车的销售和生产 还包括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能源产品的推广 此次进军保险市场 无疑是特斯拉业务版图的进一步扩展 特斯拉的保险服务 在美国市场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特斯拉的保险产品主要针对其车主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保费和更便捷的理赔服务 这些优势使得特斯拉的保险产品 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在中国市场 特斯拉的保险服务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 尚有待观察 中国的保险市场竞争激烈 已有多家国内外保险公司 在此占据了一席之地 特斯拉需要在产品设计 服务质量和市场推广方面下足功夫 才能在这一市场中脱颖而出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离不开其本地化策略 特斯拉在上海设有超级工厂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 其在中国市场的生产能力 还缩短了交付时间 降低了成本 这些优势 使得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大大增强 此外 特斯拉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 并与多家本地企业展开合作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形象 还为其业务拓展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总的来说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 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还能为其全球业务的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不断生耕 其在保险领域的表现 也值得期待 这也展示了特斯拉在全球市场上 不断扩展其业务版图的决心和行动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朋友们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是多么英明的决策啊 他们这是在将其全球领先的技术 与服务带入中国市场 让中国消费者也能享受到更优质 更便捷的保险服务 特斯拉在美国市场上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保险产品具有竞争力 现在只是把这份成功复制到中国来而已 特斯拉的保险不仅能为车主提供更低的保费 还能利用他们的数据和技术优势 提高理赔效率 这么一来 消费者自然会选择特斯拉的保险产品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是必然的结果 楚天书 你这么说真是太乐观了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吧 中国的保险市场竞争激烈 已有许多国内外公司在这里扎根多年 特斯拉要在这里插上一脚可没那么容易 再说了 中国的消费者可是精明的 光靠降低保费和高效理赔 还不足以打动他们 特斯拉需要在产品设计和市场推广上 投入更多 才能够脱颖而出 再者 特斯拉之前在中国设立的保险经纪公司最终解散了 这次重来能成功吗 谢琪琪 你这么看低特斯拉可不行啊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可是如鱼的水 上海的超级工厂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初多少人说特斯拉在中国不会成功 结果呢 特斯拉的电动车在中国市场销售火爆 充电设施和能源产品也在不断拓展 他们的本地化策略相当成功 这次进军保险市场 同样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 相信特斯拉会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市场经验 迅速在中国保险市场站稳脚跟 甚至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楚天说 你说的也未免太过夸张了 特斯拉这次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背后不仅是想要奋一杯羹 更是因为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特斯拉的市场份额逐渐被本土品牌瓜分 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可能是特斯拉的一种自救手段 试图通过多元化业务来维持收入增长 然而 这并不能改变其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 特斯拉需要的不只是保险 而是更全面的市场策略和更加本地化的产品 否则这次进军保险市场也只会是昙花一现 谢琪琪 你这话未免有些酸葡萄心理了吧 特斯拉在美国市场已经成功运作保险业务 这证明他们有这方面的实力和经验 再说 特斯拉的保险产品是基于其车辆数据的 可以说是量身定制 这是其他保险公司无法匹敌的优势 特斯拉的车主自然会更愿意选择特斯拉的保险产品 因为这样更贴合他们的需求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保险经济公司正是看重了这一点 相信中国的消费者很快就会发现特斯拉保险的好处 市场份额自然会逐步攀升 成为保险市场的新霸主 楚天说 你倒是对特斯拉信心满满啊 不过 现实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 特斯拉保险在美国取得成功 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也能复制这个模式 中国市场有其独特性 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也不尽相同 特斯拉的车辆数据确实是一个优势 但这也意味着特斯拉将面临更高的数据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 要知道 中国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特斯拉能否顺利通过这些门槛还是未知数 与其唱高调 不如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才能在中国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特斯拉这个电动车界的大明星 又搞出什么新花样 这次 他们可是要在中国设立一家保险经纪公司 这对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可是一大步啊 根据汽查查的资料 这家新公司在北京落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约合700万美元 特斯拉的高级副总裁朱晓彤更是亲自担任董事长 这次的新公司可不是头一回 早在2020年8月 特斯拉就曾尝试在中国设立保险经纪公司 但那家公司在2024年春季解散了 这次他们又卷土重来 看来是为了抢占市场做足了准备 特斯拉这次想要在中国市场插上一脚 目标可不仅仅是卖电动车 他们还想提供汽车保险 美国的特斯拉保险业务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 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特斯拉的保险产品针对其车主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保费和快捷的理赔服务 这些优势让他们在美国市场吃得开 那么在中国也能这么顺利吗 这可还真不好说 中国的保险市场可是个战场 竞争激烈 不仅有国内的保险巨头 国外的保险公司也都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特斯拉这次要想在中国的保险市场分一杯羹 需要在产品设计 服务质量和市场推广方面下一番苦工 就像在美国 他们得提供更优惠的保费和更便捷的理赔 才能引来更多车主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 靠的不只是运气 还有他们的本地化策略 上海的超级工厂就是一个好例子 这不仅提高了其在中国的生产能力 还缩短了交付时间 降低了成本 这些优势使得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上如虎添翼 另外 特斯拉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 并与多家本地企业合作 不仅提升了特斯拉的品牌形象 还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想想看 这可是一件双雕的好事啊 总的来说 特斯拉这次在中国设立保险经济公司 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还能为其全球业务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未来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不断生耕 他们在保险领域的表现也值得我们期待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特斯拉能不能在中国的保险市场中大展拳脚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